刘晓庆身上的那件1300万的墨翠你们知道吗 今天我带你们去看看真正的墨翠仓库长什么样子 在那里这一件1300万的墨翠都不算什么 看看这一桌够不够壮观 够不够吓人 顶级的大哥子弹 一点点杂志棉续没有 水头油润 关灯一看 乌漆发亮 那这种的一个价值的话 如果在我们这里除去大概就是180万 但是过一次拍卖会 那你就需要有加点了 整个已经是玻璃底的那种杨绿 我们称之为冰杨绿 这种的料型 其实直接打孔佩戴都非常的有个性 这个有没有让你们眼前一亮 工艺细节你得慢慢去平 然后再打灯给你看看 里面的这个树 银克松藤蔓 然后这个料子的底子 向玻璃就平 好 这个可以上放大镜的 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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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到位 你看看这个塔尖 来来来来 敲敲这个塔尖 这上面有几个独栋别墅 这是仙人族的地方 整个打灯已经是油黑发绿的 然后不打灯的时候 它又漆黑如墨 这样子的东西去雕一个无视牌 到你们手上 它得值多少 给你们看一个我比较喜欢的 牵手观音 这个牵手观音的难度在哪里 就是它的开脸 还有它这1000个手的怎么表现 在我们的批发市场上150万 然后它走到终端 还是那句话 过个拍卖会 你懂的 一件货品质高不高 第一眼你看它的雕工就知道了 料子够好 才会去下那种好工 这里用的都是这个圆皮的一个过渡 整个石头从地底下挖出来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保留了一个最天然的一面 就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墨翠 相比于刘晓庆脖子上的那个吊坠 1300万你觉得水分大不大